感谢励志 蒙古801请教亮哥 所谓矽盾这个说法 就目前的发展来向就假议题对吗 矽盾是2000年的时候 美国一个学者提出来的 那他那个时候就想说 台湾只要继续在半导体制造 维持世界相当大的比重 那美国就被迫要来保护台湾 那因为中国大陆如果打台湾 那影响到半导体的生产 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波动 那所以呢各国就会阻止中国打台湾 他当时的利润就是这样 就两点 第一台湾是半导体的制造中心 所以呢比如说台积电 线端晶片占比在两年前有92% 所以美国非保护不可 第二就是整个晶片的供应 如果大乱那全球的股市会大波动 比如说美国就有人估计 说如果台湾的半导体 没有办法供应世界 那世界会造成5000亿美元的损失 这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数字 可是我跟你讲 这些人就是纯粹在谈产业 那他没有去评估战争的实际状况 中国大陆难道会笨到去打台积电吗 怎么可能呢 我看最可能去打台积电的是美国 怎么会是中国呢 中国大陆他是要占领台湾 他干嘛去摧毁台积电 他要的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能够让这个战争越短越好 那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所谓那个 半导体供应的不确定的时间缩短 这个是他想做的 不然怎么会传出美国的那些最终方案 那个都是真的 你不要以为是假的 美国是真的有人提议 包括军方的学者 说台湾应该要不惜 在最危险的时刻威胁要炸掉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设施 用这样来威胁中国大陆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对中国大陆没有威胁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 据我对中国大陆的了解 他从头到尾都把台积电 当作是美国企业 台积电现在的资本 70%是美国的股权 董事 60% 60几是美国人 然后你的 这个自成设备来自美国 自成软体来自美国 而且你们早就是美国的重点保护对象 这个中国都知道 而且美国打科技战 台积电就是第一个配合的公司 所以中国大陆怎么会认为 你有可能变成中国的企业 他没有那么天真的啦 我跟你讲 所以真正的状况是怎样 中国大陆要打台湾 他想的就是战争本身的问题 他哪里会去想半导体啊 拜托 他想的就是这个战争 如何迅速结束 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结束 最小流血的情况结束 他想的都是这些啊 还有 你是不是 你比如说你宣布台独啊 要修改台独宪法啊 我一定要做啊 我没有办法啊 他思考的都是这种问题啦 或者是美国要介入啊 把核武器搬进来啊 那他就非动手不可啊 大概都是这一类的啦 我从来没有看过 所以中国大陆在讨论武统啊 或者是战争解决台湾方案里面 有把戏顿考虑在内 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就是美国一些 我认为就是不懂战争的人 在那边瞎掰的东西啦 这想这种理论真的很奇怪啦 战争没有人会考虑产业的啦 他考虑的就是要赢啊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啦 纳粹要打瑞典 那瑞典知道纳粹要打瑞典 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瑞典的钢铁产业嘛 那瑞典就跟希特勒喊话 说你来打我啊 我就把我的钢铁业摧毁 那这个有影响希特勒去打北欧吗 没有啊 希特勒哪怕啊你这个啊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 希特勒要打苏联 那他打苏联主要就是要 他要得到那个 亚塞拜然那个巴库油田嘛 因为德国纳粹缺油啊 他需要有能源的保障 那他要去打巴库 那苏联也威胁啊 所以你打我就把巴库炸掉 那结果有阻止 纳粹去打苏联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你用产业啊 用一个个别产业 你说要来威慑一个国家 让你来不敢打我 这个太天真了 没有这样的理论啊 没有这样的战争啊 战争真的会产生威慑 就是 纯粹就是军事力量的威慑啊 怎么可能是产业呢 历史上就没有过例子嘛 没有过例子嘛 所以你现在突然意想天开啊 把半导体当作威慑中国武统的逻辑啊 你这个太天真了吧 战争从来就不是这样进行了啦 我刚刚已经讲了瑞典的钢铁业嘛 还有苏联的巴库油田 都曾经被人家这样设想过嘛 战争照样爆发 照样爆发啊 所以我说要谈战争 就要回到政治跟军事的逻辑啊 这样才是正办啦 才是正办啦 大概是这样啦 炮墙我觉得统一后 台湾特区依旧是民进党执政 必须绿共一家亲啊 我的天啊 我跟你讲 如果是武统那怎么可能呢 那如果是合统啊 民进党会合统吗 民进党会去跟中国大陆谈判 两岸如何统一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敢去猜想统一后的状况 因为统一后的状况 是统一的过程决定的 你如果是武统 让我讲白了啦 就是大陆指定 那如果是和平谈判的过程 那台湾还会有一定的自主性 就是这样啊 比如说有一些大陆朋友在跟我 我也看到他们在网路啊 在批评我啊 说怎么可以不留军队 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统一之后的状况 如果是武统 当然会有军队嘛 我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队啊 解放军啊 因为国来办事实上也改变了他的 对台白皮书啊 他本来没有要派军队啊 可是看到香港那个样子 他也吓到了 所以他现在白皮书也改了 说他这个统一后要派军队 那统一后到底会不会派军队 我坦白讲就是统一的过程决定的啊 如果是武统那必然有解放军嘛 这还用说吗 那如果是和统 那就是台湾怎么去跟大陆谈的问题啊 可是我觉得真的 我说实在啦 现在真正的 就是那个统一的过程 我们台湾怎么去凝聚内部的共识啊 那这个都谈不成啊 我跟你讲 你知道谈不成到最后 就会有一定程度的 强制的力量在里面嘛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知道台湾的困局嘛 所以他就要硬往前推嘛 我刚刚在讲这个两岸的灰色地带的 他开始没收你的海上的行政管辖权 就他不管了啦 我就给你落实往前推 我管你要不要跟我谈判 我就先往前推再说 缩小你的政治空间嘛 就是这样嘛 那他不断的派军机啊军舰啊 到你周边演练啊 我最近已经看到空警500 8月 8月3号 8月6号 8月12号 连续都来这边做小区域的海空巡 海空联合演习耶 这个以前没有过啊 我跟你讲他随时都在准备的 不断不断在累积经验啊 就是这样啊 那你说这个民进党有没有回应 我没有看到 国民党有没有回应 我也没有看到啊 所以我说国民党你这样你怎么当执政党啊 你也没有批评民进党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啊 那你也没有从这里看到台湾的危机啊 然后决定有所作为啊 那你这样怎么取而代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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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